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三,今天我们盘前继续跟进一下市场,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 好,我们先看一下盘前大盘的表现,那么今天盘前标普白指数已经上涨了1.0%,我们看到它形成一根阳线 那么今天这个行情怎么看呢,我是觉得如果想要去做多的话,止损呢,可以放在4200到4250这个区间范围的啊,做一个止损 那么后续会不会再次给多投一些机会呢 我觉得今天啊,能不能上去,以及啊,接下来怎么波动,还需要再看一到两根K线,是吧 说他这确实有不愿意跌的感觉啊,包括今天中国股市也是经历了昨天暴跌之后,今天又暴涨 所以这个是熊市中的特点吗,就是熊市中这个剧烈的洗盘啊,剧烈的震荡 大家分歧的不一致啊,这个观点是分歧的啊,观点不一致的,对吧 那么对于美股来说,目前,呃,确实啊,这今天要再次走洋的话,那就有点又要,又要上去了啊 那即便是上去了,我们近期的一个阻力位大概是在4400亿代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好吧 那我原则上啊,在下跌趋势线之下的时候,是应该去找点位去布局空单的 对吧,我们啊,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愿意去啊 比如说啊,昨天跌到这就一定会反弹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对吧 你看这个位置就是啊,他有可能直接跌下来,对吧 所以啊,在下跌趋势比较明显的时候啊,是在相应的点位啊,高位去布局空单的 那么今天如果他继续往上走的话,那么空头们仍旧可以在,比如说啊,中间这个阻力区这附近啊,去布局一个空单,是吧 那么现在追多吧,我是觉得,我们看一下四两组,我是觉得追多的话,你的风险是较大的啊 然后你的止损要放在,比如说这个四小时跟限之下一点点,去啊,做一个短线 说有没有可能就恢复到牛市了呢 这种概率不是说没有啊,这种概率不是说没有啊,因为他在这磨磨叽叽总是不跌是吧 除非他今天又再次转成阴线啊,那多头就有些放弃了,对吧 啊,否则今天啊,是大阳线上去的话,那么空头还要点亮点亮的是吧 那多头呢,后续也要看啊,在这个上面这个鼠立区的一个表现 说有人啊,他是左侧抄底的,那有时候最后一次就被你碰上了啊,那之前抄 就啊,有可能这个短,就是比如说你做超短线就是要要亏损的,对不对啊 所以啊,近期是在临界位置,同时呢,也临近啊,加息啊,这个决议啊,附近啊 这个近期的市场的波动啊,很啊,复杂 那么从目前的视觉上来看呢,有点点像往上冒的意思啊 那么今天如果不形成强势阳线的话啊,我们要提防啊,形成这种啊,带上引线的G线 那那时候啊,就表明啊,多空双方在这个下跌趋势线附近还是存在着意见分歧 有人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不知道怎么办呢 就,你就等待下,向上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落 或者是,或者是我们看看加息的一个情况在意,行吧 啊,近期市场波动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还是,你看,最近啊,无序一阵的啊,你说强空吧 没有,你说强多吧 不强啊,就是,你看,对吧 所以啊,近期啊,非常非常复杂 我是觉得行情,嗯,超短线交易者也是,呃,也是不容易做的啊 嗯,说他有没有可能恢复到多头 我们看一下均线阻,理论上吧 你说有还是没有呢 有那么一点点啊 但是我是觉得上行的过程中应该会遇到一些阻力啊 我们再看,目前这个标普还被 二,呃,一百,这个叫250年线啊 还被年线所压制啊 所以后续能不能上去,需要今天看一下 好,呃,这个是呃,标普 那么大萨克啊,也是啊 这两天也是给出强劲的反弹 又靠近这下跌趋势线附近了啊 按照盘前涨这么多啊 那即便是上行呢 估计会有很多的这个短线的抛盘,是吧 所以呢,我们应该预期在这些重要的阻力位啊 应该会有所反应啊 应该会有所反应 也就是说短线空应该会在那里埋伏着做空单的 啊,但是啊,我是建议大家先看一看啊 近两天,行吧 先看一下,今天是周三 明天是周四 这很快了啊 这周啊,就过去了 那这周呢,也比较重要 嗯,这周会发生啊 很多事啊 特别是美联储的政策 也是在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啊 包括自己的啊 金融环境啊 这个复杂复杂的环境中做的啊 所以涨或者跌都是有可能的 那目前看呢 还是在下跌趋势线之下 理论上呢,我们应该在趋势线附近啊 去布局空单啊 去找阻力区布局空单的 理论上是这样啊 但是理论要联系实际啊 这实际会不会突破上去呢 特别需要关注这两天的表现 好吗 罗素 罗素还是在这里震啊 但是他这个相对来说明确一些 他是一个无序震荡是吧 我们这里就不去猜了啊 他到这个上方的阻力区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下跌趋势啊 再往下调一调啊 看看能不能上去啊 其实近期啊 说这个加息他到底是利好还是不利好呢 比如说啊 有人觉得啊 这个加息过了 他就说啊 不利好 有人说加息非常温和啊 还是利好 你看 那同样是一个加息的动作 因为大家提前都消化消化掉了 说知道要有加息啊 只不过加息的力度呢 大家又开始分成两派啊 一派说利好 一派也不利好了 所以这个点就在于此 那么对于技术交易者 那我们啊 不管是标普还是纳萨克 还是要看的是破位之后的一个起稳的情况 是吧 那没破位之前 或者是啊 今天收线之前 包括明天 都啊 不能做一个 至少中期的一个判断啊 都不能做中期的判断的 对不对 嗯 说他啊 有人觉得啊 这做空也是无脑空 是很不容易 对不对 做多呢 也不敢做啊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是在相对啊 这个挤到了这个 甘拉里哈 比如纳萨克啊 挤到了甘拉里 这就可以显说明啊 彼此双方 比较有分歧 道兴斯 也是啊 再次运动到了这个下跌趋势线附近啊 我们啊 要看一看 好吧 我们再观察一下 说 错过了超级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吧 因为你毕竟当前还是在空头的势力范围内啊 或者附近 那么即便是上去 你就不觉得会这些地方都会有回落吧 理论上应该假设他会有回落 是不是 就好比这个 左边啊 就是 左边没法说啊 他这个他直勾的上去了啊 就是啊 但是这个现在呢 上方已经有阻力趋了啊 所以你上去的时候一定会遇到 我是觉得应该倾向于认为有回落啊 但是美股也有他疯狂的一面啊 但是他的疯狂是他的事 我们做交易者还是要按照相对啊 这个技术位去判断 好吧 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发生啊 都是人弄出来的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 呃 原油近两天我们是观察到他对于我们之前画的日线级别的上涨趋势线啊 有所下破 那么今天呢啊 我们看到有所小反弹啊 但是按照趋势理论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下跌反弹下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理论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我们说啊 这四小时图如果想要去做多的话 你必须得看到这样的阳下 然后止损放在阳线这个直下一点点 那如果按照趋势理论的话 应该等到出现阴线的时候 在阴线下面挂空头的啊 挂空头的图本来 那至于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觉得原油 原油的风险就在于啊 不可不可之上 但是现在我是觉得啊 做给出一些多头的反弹的概率再增加 好吧 你不你看这个kj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啊 金叉联合很久之后的一个金叉 可能会在近期给给到一些小震荡行情 行吧 啊 这个是原油原油的风险 其实近期的交易非常大 交易风险非常大 也可以选择看一下啊 好 那么在短线范围内呢 在四小时图上可以画一个明显的下跌趋势线 等待右侧的点位止跌之后啊 再做多头也是可以 现在做空呢 也应该等待强势的阴线出现啊 再去做空头 在四小时级别 这个是原油 黄金呢 黄金啊 和原油有点像啊 但他们的幅度啊 不一样啊 相对幅度不同啊 那么对他来说 我还是同样的观点 在啊 下跌趋势线的右侧 等待启文点去做多 现在追空啊 不是很合算了啊 你可以看到空头呢 实际上横盘了这么久啊 当然他有可能继续空 呃 所以啊 对多头也应该等待 下跌趋势线的右侧去布局多代哈 好 这个是黄金 那近期的大事给我的感受呢 肯定是受到啊 呃 美国啊 他自己的金融政策 以及美国所处的金融环境啊 或者是外在的国际形势的综合影响啊 啊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决定啊 但我相信美国应该会按照立即的思路去做 那么按照立即的思路去做啊 能不能啊 受到真正的外在形势的影响 我我坦白的说 我倾向于影响会有 但是不会那么的 不会不会影响那么严重 所以呢 美国还是基本上 我我不倾向于大崩盘啊 我不倾向于大崩盘 我倾向于他在呃高位再震荡一下 但我这种倾向呢 这是一种想象啊 这是一种想象 我们还是要去看具体可以见 他到底去怎么化解美股的风险的 好吧 就像我刚才说的啊 世界上很多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们还是啊 谨慎为妙 呃 对啊 这个很明显就是有人在这不愿意往哪叠吗 这个是吧 跌的很很费劲啊 下跌的很费劲 嗯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股票 那么今天的盘前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火爆啊 我们看一下afm afm昨天给了一个暴涨8% 那么今天盘前呢 再次涨4%到29块5一点啊 我觉得啊 他还是有可能继续涨的 那么在短线范围的 在短线范围的第一阻力区 大概是在32到33这个位置啊 所以我们到这儿要看 那么更高的话就是到 38一带了啊 所以afm如果你已经朝底了 那么的短线要看在 呃 在两个小交叉处吧 大概就是到3233这一带 看看会不会遇到阻力 如果没有遇到阻力 说明他急剧的向上反弹啊 反转呢 对不对 应该会在33一带啊 可能会遇到小阻力 然后回落之后 直跌之后再往上走 好 这个是afm说现在布局多单啊 应该注意什么 我觉得布局多单的话 就是因为他是处在空头的 环境范围内嘛 所以多难要注意带好 比较紧促的止损 比如当前的价位已经到了29块5 那止损可以提到28块5 是吧 给出一点点的止损 然后去抓一个啊 盈贵比比较好的一个反弹 那么这次究竟是是不是底 还是是反弹 坦白说 现在没有人能知道啊 应该等他走出来啊 那么当前可能会给出一些反弹 好吧 这是afm 说这个波音公司不跌了吗 看这个样子有点像啊 所以多头 如果你今天进场的话 你的减仓位啊 止损 也就是止损吧 可以调整到175 行吧 今天可以抄你吗 我倒觉得今天也是应该先 可以去试一下 可以吧 啊 今天我觉得啊 今天有点尝试性做多的感觉啊 尝试性 再看一下 你看这个日线级别 跌下来反弹 再跌下来再拉升啊 所以这个次低点已经形成了啊 理论上啊 昨天这个是一个确认信号 这边阳线是不是确认信号 那么今天再涨阳线 就有点偏多了哈 我们的止损呢 可以沿着这两个低点 化 对吧 那么近期的低点 173一带 或者175一带 作为减仓位 或者止损位就行 他再次跌破这的话 就减仓 是不是 我觉得今天可以尝试试一下 是不是底 尝试进场 行啊 避免错过 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总感觉啊 金融金融 金融大竞赛要开始了 就美国要继续拉高高 跟啊 比如说某些国家相比了 是不是体现自己的金融啊 意志啊 啊 当然啊 我们散户也要有信心 才才能共同助推市场的发展 否则 只有机构之间在 在彼此的博弈 那 那 那其实也比较难啊 嗯 因为他没有啊 让 让散户也能尝到好处啊 嗯 说机构也都有信心吗 不会啊 因为机构 大部分资金还是机构之间在博弈啊 也就是说有做 有做多 有做空的机构 对吧 那么他们都做多了 那很恐怖的啊 没人做空了 那我是觉得先不要那么想 好 伯音公司呢 今天可以尝试啊 去做一些反弹吧 先看一看啊 也就是说 如果你布局中线的话 你的值存放在175 跌破175 就要先检仓 抄底 嗯 尝试吧 今天是啊 今天的CAN啊 也是暴涨16%啊 盘前 那么近期这这这类标的怎么看呢 嗯 他已经涨到4元左右了啊 所以今天有可能啊 会遇到短期的小阻力 4块2或者4元啊 这一带是一个短期小阻力 那么更高的阻力 大概是在5块5 5块3到5块5 这一位置吧 好吧 那么这种标的呢 实际上他现在应该当做反弹 因为他的空头力度 也是相当的强的啊 说波音那个就不强吗 波音那个 他毕竟是有纯业务的啊 你看 我也不是 我也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感觉波音比比这个CN 这个区块链 要更更稳妥的感觉呢 对啊 这个这个东西 不是很稳妥啊 我感觉 但是啊 确实暴涨了 好 我们看一下油轮骨CCL CCL也是啊 他这个不愿意创新低的话 我们干脆呢 就呃 画一个趋势啊 那么如果你厂 你尝试进厂做多的话 止损放在7啊 17块 17块一带 给他1块钱的一个减仓的一个点位啊 或者是止损的点位去尝试 对吧 他毕竟啊 在我们这个平行通道的下轨啊 就是趋势线附近啊 再次回来到趋势线之上的感觉 看到吗 这个趋势线啊 就在这画好 好 今天是尝试抄底的点位 我们看一下传统的迪士尼 也是类似哈 也是尝试抄底的一个位置 止损点是减仓点应该放在128 或者是120 就128就可以啊 我觉得 或者是更高一点 129 你都行啊 稍微看一看 然后去布局多担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中概股的汽车股 今天汽车股也是猛涨啊 那么昨天给出强劲的反弹啊 在这个水平之上去 这个就是发行价附近了啊 那么又有抄底的人啊 在这长抄底 那么今天半年一度涨到了24 到这了啊 所以今天要注意回落的情况 那么所以我反倒觉得 他应该啊 等待回落了啊 那么今天已经涨了22%啊 今天的中国股市 包括这个恒生指数啊 包括香港的恒生指数啊 都是强猛烈的拉升啊 猛烈拉升 就跟昨天美股类似啊 所以没昨天的时候也是暴涨 那么今天的中概股盘前又是暴涨 但是呢 他遇到了阻力位啊 大概24到25这一代 应该是会遇到阻力 所以多头应该等待中概股的一个回落啊 再布局 说为什么这么猛啊 那等待回落错过怎么办 那你可以分批啊 一点一点的去买一点 一天买一点啊 等他真正回落的时候 你不怕就行了啊 就再去布局 对不对 现在这个价位肯定比之前 那个高位要强多了吧 这是理想机车 好 奈飞呢 奈飞 奈飞我们之前啊 就是怕他一直跌啊 再跌的话 最下面到250呢 是吧 所以呃 多头呢 我反倒觉得这个图呢 可以再等待一个右侧的点位 是吧 那如果你已经朝底了啊 昨天 这个这根线就是你贡献的啊 你已经朝底了 那你的止损放在330一代 那么没有朝底的 应该等待下跌局线的右侧 可以看到近期的一些图啊 他这个点位都不一样啊 不是千篇一类的啊 有的是在反弹的过程中 有的是啊 不愿意创新低的一个 呃 止跌的一个反弹 有的是创新低的一个反弹啊 那创新低的反弹 我觉得应该等待右侧的点位 会更好一点 是不是 或者你已经近了啊 都无所谓 未来汽车今天盘前也是暴涨 那这个价位呢 相对于之前的价位 现在已经14块了啊 相对于66 已经暴跌70%多了啊 那这个可以朝底吗 17块5 10块5在哪 啊 我觉得可以慢慢普及啊 我觉得慢慢普及 呃 关于中概股的风险 大家应该自己清楚就可以啊 但是在技术位上 我觉得 你现在抄底的话 跟等待下跌 其实现在右侧抄 我觉得效果应该差不多啊 到时候看 嗯 好 这个是未来汽车 PLTR呢 嗯 PLTR啊 在近两天没有强的 创了一个新低哈 那么多头 一旦今天进的话 今天半天也是涨 啊 要注意这个止损 大概是在10块5毛钱 这个一带的止损 有人问啊 能不能回到20 能回也倒的啊 现在没没法看这么远 20在这个位置吧 17块在这个位置 20在这呢 太远了啊 太远了 一下 一下上去的话 先不要那么预期吧 那多头 现在可以不进场吗 也可以 等待下跌区上的右侧再进 对吧 嗯 现在还是下跌区上的左侧 不一定他会上去 是不是 嗯 PTON昨天也是暴涨 百分之 啊 11.93啊 鉴于他近期有向上走的一个 感觉啊 我们看这个 我们把这个 我们画一个这个 啊 近期的小下跌波段啊 他有突不上 向上的一个意图啊 所以多头想进的话 我觉得可以慢点布局啊 但这个怎么说呢 很多都是毛股啊 这个图一旦上行 也不得了 是不是 我只能说常识性的去做多 止损放在 比如说21 或者是20 22块5 21或者是20 21或者是21块5 这一带啊 稍微给一点点止损空间 去布局多的 说他 说他一定会能上去吗 我觉得啊 嗯 哎 今天啊 盘天上的 有可能突破上去 好吧 都 近期的抄底啊 都是常识性的啊 注意 现在还不算完全的抄底 真正的加趟位 应该是在 呃 右侧的点位 有网友问 Raven怎么看 Raven上次在这小鞋 破了之后 你就该离场是吧 嗯 在这个阻力位上不去 就应该离场 那么下边一直在跌 我也没提醒啊 他一直在跌 我也肯定不会提醒 多头进场啊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 哎 应该等待一个横盘吧 对这种暴跌的 应该等个横盘 除了等不及啊 那你进场的话 止损放在35 行吧 减仓位放在35一带 看看能不能反弹到50 50一带 行不行 反弹到50一带 看看能不能弹上去 好吧 近期的图呢 都比较的恐怖啊 不是不是很容易判断 他的方向 就明显是空头啊 很多啊 这个抄底者又来了啊 我记得我们原来抄底 都是在右侧点 没抄底 因为那是大牛市啊 那么近期是熊市的一个 对各国人员 肯定是熊市嘛 这些各国 都是在左侧抄底的话 你要带好止损的啊 仓位 你要尝试轻的去尝试 好 我们看一下C SE近期也是有一点点止跌的意图 那今天盘前又暴涨到103一带 嗯 我都觉得 可以适当买一点啊 适当买一点 同时我们的减仓位呢 可以放在比如说 95 或者是98 是吧 跌破98啊 或者是跌破90吧 嗯 跌破90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减仓 我觉得 这近期都是右侧啊 这个 不是近期都是左侧点位 他即便上行也都是这样 震一震 震一震 所以啊 布局中线不要急啊 不要急 一次性买满 只要做短线容易吗 不容易啊 嗯 特斯拉呢 特斯拉今天盘前涨啊 特斯拉反倒可以适当的低配一些 不要频繁的加仓啊 这东西能不能止住 还是一回事呢 那今天盘前又涨了 他能突破这个900一带的阻力吗 或者850一带的阻力区吗 一般都是900一带这个阻力位哈 还是在这里无需震荡呢 嗯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均线 目前还是在年限之下 牙齿啊 估计在这里运动一下啊 那么低配的话啊 或者说你已经很重强了 那么减仓位应该是放在750一带啊 作为一个减仓止损位 止损减仓位 好 再看一下大牌 嗯 大牌还跟刚才的情况类似哈 这个原油有点又回落啊 嗯 均线子我不是你什么 好 又到这个位置啊 我就国估 我认为啊多头会谨慎的啊 多头会谨慎一点 好 我们盘后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